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归之路的起点 参考经文 于是他和两个儿父 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去 《路德记》一章七节 当你意识到离家很远时 会发生什么呢? 拿尔米离开犹大地的伯利恒 已经很久了 由于饥荒 他和丈夫搬到了摩押 他们的儿子 也在那里长大成人 并娶妻 丈夫和儿子相继去世 拿尔米也经历了巨大的悲痛 在那个时代 做寡妇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一个家庭要靠男人来提供食物 住所和支撑 因此 当拿尔米听说 上帝在伯利恒赐下食物时 他就想要回到伯利恒 看看上帝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 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上帝都会看顾我们 有时在危急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被吸引 以新的方式寻求神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后来知道 神吸引拿尔米回到犹大 是因为他对他的家庭 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但拿尔米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也许你正在面对某种逆境 或许是挚爱的人去世 或许是意外失业 或许是你自找的麻烦 无论如何 困境都能让我们转向上帝的良善 看他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属灵的港湾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愿上帝帮助我们看到 只有通过他的儿子基督 我们才能在他那里找到真正的家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请帮助我们听到你的恩典 知道我们的家在你那里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